贵阳一夜入冬 看着冲锋衣都整上了 他今天约上了我们的大学室友大学同学 一起来吃个人怀的羊肉 在高粱杯 今天带着个我们自个的酒 夜冷酷酱心 这也是属于四天开始之前安逆一波的 然后这个波女平约装的啥呢 今天这个有多少 应该还是有二两三两 这个烧开自己做的价格 好的 然后我们直接倒着一个酒服里面 和我们的夜冷酷酱心都在一起 来喝一个混合酒 酱心这款酒呢 其实就是我们公司这个开发的吧 小生这个开发的 但是在我自己的视频里面呢 推荐的也不是很多 为啥呢 因为一天总是太忙了 每个视频里面都以那个包台 分享包台为主 第二个原因呢 哎呀 您这个视频里面啊 我们作为一个叫什么 分享包台的博主 天天去推自己的品牌 有的时候粉丝朋友们看了 也会比较的胆感 就别人说的是小生港字化的 都生活就天天卖自己的酒 当自己的酒 其实也相当不错 性价比也蛮高的 我们在卸下也有不少的粉丝支持啊 对这个也是比较 好评比较多 我相当很好 好吧 咱们等他在这儿 静止一会儿 行行酒 然后等他那个包台 和夜南骨江心 更好的统策在一起吧 再安排上 真的上菜了 中文字幕必须